身体没大毛病吗 血压也不是高 一看有钱我就血压高 吃不吃药 不吃药 血压高咱不吃药 我不看别人有钱说 血压不高 看别人钱多我就血压高 这大概是相亲节目最平平无奇 没有争夺房产公司卡 没有买保险要保障 只有和谐欢乐的一场相亲 两位嘉宾都是退休了小学老师 婚姻翻车变成了单身狗 梁大哥还有见钱眼开 血压升高的怪病 全然不顾奔气奔发的年岁 嘻嘻哈哈上演着斗热时的相亲 这故事还要从他们见面的时候说起 女主人开门见礼 自然是高兴又客气 一边接过梁大哥带来的水果 一边客气的说不要拿东西过来 实质上一点都没客气 接过礼物就往礼物滴溜 为避免尴尬 红娘适时的出面掌控局院 你介绍一下呀 你俩还没彼此介绍一下呢 自我介绍还我给你们介绍 我自己说我叫梁冰 我姓梁叫梁秀琴 你也姓梁 一家子 你这小不小 这也很巧啊 太巧了 小编刚刚发布过刘大哥与刘大姐相亲的节目 现在又有了梁大哥与梁大姐相亲 都是骨肉还家的节奏 这要是相亲成功 又将是美食一桩 促成好事不仅是红娘的愿望 同样也是梁大姐闺蜜的期盼 关心梁大姐的人还真就不是一个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个篱笆三个装 梁大姐的闺蜜不可能是一个人吧 正说着呢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来这个多姨 等一会儿啊 好不然屋了呗 筹一样吧 来吧 熟是中学校长 老师吧 76了 肯定数字好啊 身体素质好 是这个群众代表对梁大哥的综合评价 屋内进来的是一个 吃瓜打酱油的八门凤士一帮 这帮忙看热闹的人还真就不少 刚才进来的代表 通过了对梁大哥的审查 接下来进入了分组讨论阶段 挺有缘 看着挺温和的 当老师的看不到哪去 道德品质上能不能擦哪 你别考虑个儿啊 你考虑你的演员 考虑他的人的数字 他的人品 考虑看看这老头后头 别问问有没有基础病 身体好不好 群众路线万事不难 群策群力 逐入姻缘 众姐妹们千丁万主 梁大姐方心动万千 既然大方向已经确定 这盘菜色香过关 那就要尝尝味道如何了 身体没大毛病吗 高不高血压 血压有时高 一看有钱我就血压高 吃不吃药 不吃药 血压高咱不吃药 我不看别人有钱说 血压不高 看别人钱多我就血压高 健健眼开不是病 血压升高自会平 不良时好有没有抽烟喝酒样样行 抽抽烟喝酒啥 抽烟早就不抽了 喝酒现在还能喝点 一斤倒酒两 喝一斤酒两呢 一斤倒出去酒两 一斤倒出去酒两 一斤 幽默展示的是文化底蕴 梁大哥用风轻的话语 回答自己一皆烟少饮酒 饮得众人一阵哄堂大笑 把乡亲的气氛推至高丑 这还真是 烟云以随往事散 美酒畅饮不过展 数字游戏不言勇 点着就奇亏当年 梁大姐一句挺有担当 是对梁大哥的同情 也是对她的赞许 哪家有事不为难 男子眼泪不轻弹 往事如烟随风雀 如今在浑泽良远 很简单 能过日子两个人不打算 和齐齐的就可以 就什么年龄啊 什么身高啊 都随便 那都不重要 就是贤惠就可以 从今之年的徐农 莫管皮囊为愚丑 心平气和过日子 平平安安才长久 梁大哥的要求很低 是有原因的 除了古西之年的生活经验之外 还有他自身的经济条件 决定了未来家庭中的地位 他虽人穷之不短 更愿老来随愿 希望对方有房子 但是我不想偷住人家房子 说这块住住 到我家再住住 轮轮住 你有房子也好没房子 你认可我去租房子 我不是为了非得就住你一块的房子 我不介意 人品好没房子也能接受 人品高于一切 这是梁大姐对梁大哥的称赞 人品好的目标就是队伍好 既然是队伍好 我能对你不好吗 但你既然是提的使得红楼补来的 拖地洗衣刷锅做饭的美拆 可就是梁哥你的了 你会不会做饭呢 做不好 嗯 做这个 那你让校长都会做饭去 我头部听说校长得会做饭呢 哈哈哈哈 你那钱能了 你家里外头都是一把好手 自己会做一些 也能算 也能做熟 能做熟 这高档的不行 能做熟就行吗 能做熟 不是饭店厨师 家庭会做饭的最低标准 就是能把生的做成熟的 如果梁大姐没有过高要求 那么梁大哥会做饭是达标了 因为上节目之前 梁大姐提出的要求 好像就是被梁大哥量身定做的 找一个 哎呀 身体好一点的 人爱生活的像我一样 完了勤劳一点 两个人一起买菜做饭 一起出去玩玩 逛逛公园 咱不得不佩服红娘的眼力 梁大姐提出了要求 他就能照着葫芦画了梁大哥这个表 老梁家的乡亲到了这里 还算是有惊无险的一帆风顺 此时的梁大哥心里还有一件 必须要与梁大姐说明的事情 那就是和第二任老伴离婚的缘由 他有个事 我们俩之间 外男外女 孙子 时常来 他就想过绝对的二人世界 不允许任何人参户 第一次来 第二次来 还能免签 或者去 第三次他就不是心 假模假样装好人能瞒过一次两次 再往后不用瞒别人 而是自己装不下去了 在绝对的二人世界中 容不下老伴之外的任何人 这样的婚姻能长久才是怪事呢 但是这些事情在梁大姐这里 与前任的观点极然相反 梁大姐喜欢孩子 兴许是和他小学教师的职业有关 亦或是心地善良 爱护又小 他的这些观点 深得梁大哥的认可 两人相亲到这时候 火候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 梁大哥还在庆幸哄娘为他寻到了知音 可是梁大姐呢 还在为自己的一个习惯范畴呢 我有点待地吧 哪都不习惯了 东北冷过也怕 南方的热也怕 所以我就来回跑 你能接受吗 固定的冬天上南方 夏天回来 我这晚算了 就多了去了 老毛深酸的梁大哥 一听有这等好事 自然是心中暗喜 假装对到南方猫动不在意 漫不经心回答一句多了去了 说的是轻描淡写 其实梁大姐 根本就不需要有啥担忧和顾虑 谁都愿意在哪舒服到哪去 能到南方越东 并非是所有东北人的福利 即便是受朋友相邀 也不能想去就去 这些年好多人劝我上 很难去过东西 我一直没去 我是这么个观点 旅游是令到旅游挺好 但把旅游当作爱好 要不旅游就吃飞饭 我不喜欢这个人 当候鸟可不是旅游 梁大哥在这里脱欢概念 以掩盖囊中羞涩的窘迫 自古以来 能难倒英雄好汉的 无非就是两件事 一是英雄难过美人观 二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到海南猫动 确实比在东北挨动舒服 有的人只能想一想 有的人还能试一试 梁大哥是幸运的 因为梁大姐 就有在南方越东的实力 梁大哥你便宜赚大了 不用自掏腰包 就能到南方过冬 不用花钱的好 谁不稀罕呢 还在那里和吃了亏一样 大发感慨 咱就随着他呗 那都不是问题 就差着签字在公张了 可是小编突然想起来 看牡丹是河南洛阳 并不是海南 小编你就别在这里 做地理科普了 那编的梁氏兄妹 已经准备出游了 原来这是梁大哥 邀请大姐去双阳游玩 众人齐声附和 这么多人一起去 梁大哥可要提前准备 让大家吃好喝 好玩好 就在这热热闹闹的气氛中 只听红娘说要离开 梁大哥这是要 这是啥都要了 还是啥都不要了呢 那这样你们 这公司共同 我希望能早点听到 你们的好消息呗 是 是 你们辛苦了 品定 辛苦了 梁老师和梁老师 希望你们能幸福 谢谢 那走了 走了 这是怎么了 只看到梁大姐语言告别送行 梁大哥在那里 傻呆呆的站着 这是什么节奏啊 梁大哥真的就这样不走了 都这么个岁数了 两情相悦又没有后顾之忧 更深入的了解也是必要的 好了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告件 中年丧子的父亲遇上带孩子的单亲母亲 两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今天相亲的大哥名叫王德武 王大哥49岁了 大哥这辈子过得可谓是跌宕喜福 年轻的时候靠着岛上树苗赚的盆满钵满 可大哥没有骄傲 为了多给儿子传点钱 他又开了一个小超市 起早贪黑计划 早上十点钟钟上水果 不 十点钟钟去上菜去 一点钟钟上水果 回来还得把那菜砸一下 那个时候小日子过得简直是美滋滋 大哥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最幸福的男人 他最大的希望便是自己的儿子能早点成家 到时候生个孩子 可惜啊 天有不色风云 在四年前 王大哥的儿子得了重病 这是眼头嘛 眼完头回来 那个 给我打电话 老爸我得病 我咋的 我大大一看 腿和 脚都肿 脸后脚也肿 就属于尿蛋白底 血蛋白狗 然后走的时候 那往来算查从一大一检查 去检查出来 所以 生病症状症 往来变成非存在 突发非存在 王大哥为了给儿子治病 化光了多年的鸡血 两口子更是为了给儿子凑医药费 在外面没日没夜的赚钱 大公子像我 就是离人卸货车 就是给站前卸货车 能做专业车 专业工 完了 夏浅一月让他挣几千块钱 他拔点 时间短了 晚上就去汽车 一月挣一万块钱 他个半为了挣点 可是两口子在努力 都没有留住儿子的生命 大哥儿子厌弃的时候 夫妻两都在外面打工 都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秒 这或许是王大哥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钱都用事方很少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那些只是因为没有到伤心处 大哥强忍着把眼眶里的眼泪 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大哥的妻子不能接受儿子去世的事实 在儿子去世的第三天离家出走了 当时说是要去外地散心 可是有哪个母亲 会放着儿子的葬礼 不参加跑去旅游散心的 可是大哥非常理解妻子 他在家里痛苦的等着妻子回家 可是转眼间半年过去了 妻子还是没有回来 这个时候大哥心里是不得劲了 当时儿子生病的时候 作为母亲的他 一天都没照顾过儿子 平常怕儿子起夜没人照顾 也都是大哥自己留在医院 妻子在儿子生病的这段时间 只是偶尔在医院露个面 平常根本见不到人 后来大哥把急需都用完后 为了给儿子赚药费出门打工 妻子也从未去看过儿子 更别说留宿照顾 大哥儿子重病 前妻却每天在外潇洒 一天都未曾照顾过儿子 大哥不认为自己在妻子的心了 比儿子还重要 自己的儿子都能这样对待 如果等到自己得了病了 这个女人更不可能照顾自己了 于是大哥决定离婚 儿子没了 老婆也没了 大哥那个时候非常崩溃 多次都想就这样随儿子一起孕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 大哥看到了节目 当时大哥重新拾起对家庭的渴望 虽然这辈子可能没有孩子了 但是大哥希望找个对方有孩子的 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吗 如果找的话 再说吧 不想要 都失了要啥 四十九 正前八百过日 拿完大小姑娘家 对你好点都无所谓 多花点少花点都无所谓 真的 你就是说正前八百过日子 你大小姑娘家 大小不要 因为应该不找 红娘根据大哥的要求 找到了于大姐 大姐三十九岁 从没起过婚 说起大姐的感情生活 那也是非常的坎坷 大姐一共谈过两次的爱 第一个男友对大姐非常差 属于脾气大没能力的男人 可是大姐非常能忍 两人硬生生交往了五年 可是大姐的父母对于这个男人非常不认可 于是便出面干扰两人交往 冻婚的年龄谈过这一次 然后家里也荡了 然后就封闭了 这点没必要找了 伤害我了 就一个人过挺好的 自由自在的 无拘无束 就也家里伤害你了 对吗 大姐当时被伤害非常的深 于是便封闭了自己的感情 直到三年前 大姐认识了一个男人 死难条件几岔 当然认识她 她也是属于三无人缘 什么都没有 那你当时刚才是怎么认识的 阿里亚认识也是在外地 那时候楼上楼下的邻居 互相帮忙照顾 然后就是内心有点故意善良了 就是有点可怜 她那种 她也是在外面 也是一个人在那边打工什么的 于大姐看着非常心疼 于是便跟男人过起了日子 我说大姐 乐山大佛看到你都得起身让位 你是捡垃圾的 什么男人都缩罗在身边 大姐的行为并没有让男人觉得 大姐是个好女人 而是让对方觉得自己太优秀了 动动手指头就能让女人俯首称臣 于是转头在网上开始勾搭别的女人 但是你发现的怎么了 她就是在网上就是可以 就是认识聊天 然后呢就还有见面的 两人分手时 大姐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要说正常女生肯定会打掉孩子重新开始 可是大姐不一样 她已经36岁了 如果把不要这个孩子 那么她很有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 于是大姐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从那天开始到今天为止 那个孩子父亲一次都没见过孩子 甚至都没问过孩子 希望她就是能过来看看 认一认 然后也希望她说 你在外地打工 也是没有房子 也是没有个家 想给你一个家 你可以来我们这边试一试 你在那边呢 工资可能是五千六千 但她那边的生活水平也高一点 你可以说为了孩子 来到我这边生存一下 但是她就是 可能她的想法也是 不自信 我没有钱 我不敢来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大姐每次听孩子喊爸爸的时候 她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 我到我家间 其实一个对比较实 我儿子比较松花江的天 较吉林松花江的天 我我就 哥就爬啥不行 叫一门砸 他说那我弟弟 叔叔弟弟和哥哥弟弟 在我不啥事 他怕我出过事 大哥中年丧子 本想跟着儿子一起去 大姐未婚生子 本想带着女儿度过余生 两个受过伤害的人 能走在一起 全是缘分使人 大姐为了孩子 这才想着找个男人 一起组成一个家 红娘觉得大姐跟大哥两人 都是为了孩子付出的一切 两人一定会狠狠的来 于是便赶紧带着大姐下了楼 此时的大哥已经在寒冬里 提着水果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余大姐看着大哥买了水果 还在寒风中等了那么久 感觉非常过意不去 于是便领着大哥去饭店吃饭 还没来得及点菜 两人就开始抢着买单 这样的行为 让两人都互相产生了不一样的好感 趁着菜还没上桌 两人开始聊了起来 因为自己带着一个孩子 大姐便非常在意这个问题 听到大哥的讲述 大姐非常同情大哥的遭遇 大哥也是主动问起了大姐的女儿 让孩子多大了 才三岁 听到孩子还小 大哥也放下了心 可是大哥还有一点顾虑的 那就是孩子不能再跟他的亲生父亲 有任何联系了 以后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大姐一听让大哥把心放在肚子里 孩子都出生这么久了 那个男人都没有出现过 这个不可能 因为我试图有几次 给他机会让他来都没办法 从见面开始 两人的话题一直是围绕着孩子 大姐也不在乎前的问题 现在孩子的问题解决了 两人便决定交往一段时间试试看 所以我说你就是你 彼此都有好感 就是出去看看 留微信家留电话 一定要点了解 嗯 行 饭也吃完了 大姐便邀请大哥来家里 做作 顺便看看自己未来的闺女 王大哥一进卧室 便看到了小姑娘睡在床上 她便摸了摸孩子的小手 满眼温柔地注视着眼前的孩子 看得出来 大哥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亲爱的宝贝呀 握住你的小手 幸福的滋味 温暖我远落 亲爱的宝贝 这就是我就有啥事啊 这孩要经过好了以后 就跟客人不逆一样 你又这么注意 我最亲爱的宝贝 我最亲爱的宝贝 ode 后来大姐给弘扬打去了电话 说女儿跟大哥已经打过视频电话了 孩子开口喊爸爸的时候 大哥眼眶湿润险些哭了出来 两个渴望温暖家庭的人相遇 根本不会在意那些外在条件 希望大哥大姐可以幸福美满的生活下去 共同经营好这个家庭啊 钱的事把公职往上一放 爱花啥买啥 爱买啥买啥 平时买东西三东五百的 你这权利你就该买啥买啥不会散烂 你说今天来得买个大的东西 再买个好几千块钱的东西 要是散烂散烂 老年人相亲 谈钱就像谈交易式的讨价还价 几乎成了约定俗成 不谈钱不要钱的有之 那是少之又少的存在 独树一帜的关东青派相亲 像一股清流迪宕的白嫖派和保姆派的私仇 今天相亲的江大哥 主动提起关于钱财的事 理性处理钱财和爱情的关系 他愿意为爱付出 因为他官聚多年受够了孤独 孤独 尤其是晚上 晚上五点钟 吃饭了 晚上到九点这期间 特孤独 老年人相亲找个办 就是相约脱单送走无助的孤独 江大哥的择偶条件 除了看着顺眼别无所求 这种淡泊的态度更显得珍贵 即便是老年人谈及爱情 这样高大上的心深互动 毕竟也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东西只能用心去经营 但用心经营的原动力 来自于最原始最直接的感官 江大哥非常有自信 能给心意的老伴一个安全可靠的港湾 前提只有一个 必须是他看重的 脾气再坏性格再不好都可以接受 没钱也无所谓 硬性条件只有一个 可见江大哥求其若可的急迫心情 红娘觉得前几天有个报名的刘大姐 身材长相都不错 和江大哥两人条件相近 便有心搓好两人 那么刘大姐是江大哥等待的那盘菜吗 性情获达开朗的刘大姐 见到红娘好像是见到了多年未遇的亲人 两人相拥久久不愿分开 可见刘大姐对红娘的期望有多大 好了两个老娘们别抱起来没完没了 还是听刘大姐说说她的婚姻状况吧 刘大姐的前妇把说一叫的利息都用在了床板上 也幸亏是东北硬砸木做的石木家具 要不百时来今嘛 上面一砸准成是床毁人落 这都已经是过去近三十年的事了 刘大姐说起这段婚姻依然是山人立下 就好像太就是伤心了 就行你说从小夫妻就是为了孩子 就为这个家 怎么就能把家过散了 后来这要不是说这三年疫情吗 我就不觉得姐妹行得早 这三年我哥哥得血酸了 现在吃饭都得打碎了 都不能说话 那我一醒了 这一个人老了也不行 人老了病了身边没人照顾 其实只是孤独 还要面临生活不能自理的困难 刘大姐二哥的状况就是割裂 到用人时恨人少 刘大姐举一反三 试想自己到了二哥这个下场 又有谁能帮到自己呢 此时的刘大姐对家的渴望更甚 同时对离婚失去家庭的结果 十分的懊恼和疑惑 可那已经是快三十年的事情了 多想我业 找个老伴相陪相伴才是当务之急 还是说说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吧 经历过失败婚姻的刘大姐 非常在意性格能不能合得来 能够情投意和身体健康 也就心满意足了 刘大姐的态度让红娘更加坚信 她与姜大哥就是彼此等待的另一方 还是赶紧安排两人见面吧 江大哥非常用心 在手机屏幕上制作出 欢迎刘女士的滚动字幕 这一举动开门红 打响了相亲的第一炮 给刘大姐造成了很强的 视野冲击和心灵震撼 红娘一巧有门 此时不开工更待何时 两人完成寒暄握手的老套路 眼神却没从对方的身上离开 四目而视 虽然没有看见放电和金光四射 可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 这两人对眼了 你要是不相信 听听刘大姐是咋说的 江大哥的背观 在刘大姐这里已经合格 可是他一直向往的在性格方面合得来 这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探究才清楚 相亲继续是没得说了 因为江大哥从见到刘大姐开始就沦陷了 刘大姐的形象完全出乎江大哥之所料 没有年迈体用步履攀山 而是举手台族轻松稳健 一瞅那外貌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 就这条件满足江大哥能看得上 那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他十分的欣喜能与刘大姐相亲 便迫不及待的开始自我介绍 展示个人魅力 力争一把拿下 在让自己心动的女人面前 江大哥激动又紧张 介绍自己的名字 还战战兢兢拖着颤音 怕对方听不明白 还在手上写写画画 你就是写出来也是自己看的 刘大姐那边根本就看不到 你岂不是枉费心机 但毕竟江大哥是见过世面的 很快就吻下了心神 开始自信的亮上往日的辉煌 江大哥能为大眼国字脸 一看就是正面人物 管了一辈子前何物 退休十年还在这里谈笑风生的相亲 看来当初也是清官义美 要不也不会如此洒脱 吃得下 睡得着 身康体健 身体现在比较健康 刚提点了 没啥 刚提了 在那边标点点 挺好的 完全正常 身体健康 是刘大姐对未来老伴 不多的几个要求之一 你看满面红光精气神 十足的江大哥 不正是刘大姐喜欢的另一半吗 此时的江大哥 还怕吸引力不够 丝毫不怕缴纳过分包装税 极力地展示自己的优点 她的这些亮点 能够点亮刘大姐的爱吗 没有不良思套 抽烟喝酒打麻将 跳这都不会 就会唱歌 弹琴 挺啥吧 没啥是你看什么 就在这唱歌 在这哄歌和唱团唱歌 玩呗 行 跟那身体呗 要不等下呆了也没有意思 与刘大姐相亲的江大哥 不具备抽烟喝酒打麻将三项全能 并不是啥都不会弄的笨人 弹琴唱歌抒发情怀 也是高雅的爱好 愉悦了自己的同时 还送了别人欢乐 刘大姐听了江大哥的喜好 感到平能力水平和爱好 融入江大哥的圈子不是难事 江大哥夸下海口 只要你愿意 所有的事情全部承包到外 确保处理的利利缩缩 江大哥对刘大姐是十分的满意 话里话外已经表露无疑 可她要是知道刘大姐还在打工 会不会影响到她的态度 影响到相亲的结果呢 红烧肉再好吃 也是为单位同事做的 不是给你老江吃的 江大哥隔着屏幕已是垂涎三尺 将来的口服是跑不了了 现在的刘大姐在江大哥这里吃什么都好 打工挺好 做饭也好吃 这还真就是江大哥在践行自己的诺言 只要我看上了其他的都无所谓 那么对于钱财的问题 江大哥还能无所谓吗 钱的事 把工资料放给一放 爱花啥买啥买啥买啥 三多五百的 你这权利 你就爱买啥买啥 不会散了 把一切交给你 工资归你管你爱 咋话咋话 权利交的完全彻底 江大哥真不会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好男人 可是此时刘大姐的心里却有一事闹心 十六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剩下的意识帮他滴露着那颗悬着的心 那是一些好说不好办的事情 单身时 咋办就咋办 找了老半再想办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 他唯恐江大哥不理解 但是为了孩子刘大姐不得不说 从哪有这个孙子 而媳妇就没上班了 反正我这讲话的 我手宽住了 我就给他点 那给呗 谁家的我孩子 我都不介意 人好全部介意 只要人好其他的都不介意 江大哥一次次的表态 充分得到了刘大姐信任 这样的脾气性格能合不来吗 就在刘大姐以为好识江城 就等家去梁西龙凤城墙之际 江大哥又一次的打开了话匣子 阐述他的家庭婚姻观念 这个二婚姻好三婚姻好 两人走一起不容易 有这么几个原则 叫急要急不要 第一个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 精神上要互相欣赏 生活上要互相关心 经济上要公开透明 困难上要互相帮助 快的时候一起分享 坚决反对 从头上一梦 建议实现 互相猜疑 江大哥所说的6143不要 是他婚姻生活的经验积累 如若常人都能做到 婚姻登记处可以解缘一半 婚姻登记证书的印刷场 也将减产50% 虽然不会倒闭 但导致大批的相关从业人员失业 从另外的层面造成社会不稳定 决定彻底这样做的人还要三思 咱不得不承认江大哥出色的口才 一路扒扒下来 得到了刘大姐的认可 不仅仅是性格 此时江大哥的全部都是美好的 试想一个经历了失败婚姻又单身26年的女人 还要比遇到江大哥这样的优秀男人更高兴的是吗 祝江大哥刘大姐晚年婚姻幸福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找媳妇的话你得怎么 就是说我虽然会做饭的话 是那么事我时间紧张 我如果要找媳妇的话 我就得把做饭的事冷了 把做饭的事冷了 就得你全单的做饭的事 再一个就啥呢 就是说我怎么 你时间紧张 你这时间都要干什么呀 我老了事了 我一个是说有的时候 你现在不退休了吗 退休了 我一个是我自己有些书 得那个冲头看 我还借一些书 我得看 我那再就啥呢 那有人不能冷 数学也不能冷 我爹的苍田呢 这都多大岁数了 还参加高考咋的 够上劲的哈 今天这位一心想找个免费保姆 支持他兴趣爱好的马大人 今年65岁 退休金每月3500元 农村有间小破房 这是那个我写的文章 这是我写的广告 这是那什么我当过知情 完了写的这个知情诗歌 我妈是个护士 完了那什么就是那个 我写过一个那什么就是那个 护士诗歌 护士诗歌 就是内容啥呢 就是太阳月亮轮流为我们计时 时间空间抽象出我们的形象 我们的群体英姿 也深化出一个圣洁的名词 护士 爱马大爷别搁这孔夫子念书 咬完嚼字 听了半天咱也没理解是个啥意思 您就没点接力气的爱好吗 你看你看那字写的还行 我还想上什么的 我还想找找那个 就是写的比较好一点 再练一点 因为啥这还没到位 因为啥你看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有这种不对 知道不 你看这个底下 这个应该稍微大点 这个又写小了 看见没 这个应该顿笔也没顿笔 这里有不少毛病 有不少人 就是高手还能给挑一挑 要说您是喝风见掌的先 不食人间烟火呢 您还离不了粗茶淡饭 要说您富有师叔呢 就您这气质也不达标 丑丑的黑板报 字都没对起 就别对着镜子说漂亮 字夸了哈 马大爷曾经也有个完整的三口之家 只因前期才输血险 欣赏不了他的满足才华 老马对粗俗的老办事也越眨眼 最终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咱们就是说三观不一致 就是说这是有来已久的 就是说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都不一样 他们家是工人 咱们家我爸我妈都离修干嘛 就各方面都不一样 在家我这边也挺有特性的 我如果要是什么 我如果要是就是看书啊 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 我就不让别人打扰 你有一点动静我能粘住 快拉倒啊 你是不是有点隔路过头了 这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隔着装黄服啊 啥也别说了 小弟好奇的是 你理想中的另一半到底是个啥样啊 不能头长见识转 一定看车子看得远一点 不能局限于当前这点物质利益 都有个长远规划 只是说你一年之内想要做什么 你比如说我一年之内想要出去旅游 或者说我想出去那个采访下乡自清啥的 就是说能更理性 更智慧一些 头发没几根 毛病还不少 今天就让小红娘带你认识下什么是现实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跟马大爷介绍了今年57岁的虚大妈 两人见面后 大爷对大妈的感觉不错 为了能成功把大妈拿下 老马决定先从展现才华开始 朋友跟我俩挺好的 这朋友呢是四伟干尔姆 他那岁数比我也就大个十岁八岁 他呢已经他们出了好几本 就是那个中短篇小说了 我也想向他学 我也想就是经常出去采访一下 收集一下下乡自清啊 或者说医生故事这些资料 写文章啥的 就认过着 就我写那些资料啥的 那谁小离他也看着我 我几乎走到哪写到哪 我上青王岛旅游去 就写那个青王岛那个越南大约 我上这个教合这不有移民广场吗 有的时候上移民广场早前上去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之后呢 我把移民广场那个就是外在形象和内在工人啥的也写出来了 结果大姐的大作随便翻了几页后 大妈实在看不下去了 便给出了一个非常重看的评价 对于大爷脱离现实的文学爱好 大妈表示不能接受 随后听到大爷上交工资卡 刚想这个机会 没成想大爷平地一声来 这皆把大妈给惊醒了 我如果找另一半的话 我肯定是咋着呢 你得为我服务 你得为我服务 服务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我现在觉得时间很紧 就是说咋着呢 就是说我一天 就是连看电视时间都很少 最起码来说 就是说你得帮我干点活 干啥活呢 就是说一个是咋呢 一个是做饭这活 谁要给我俩过日 做饭这活我肯定就掉了 因为咋太浪费时间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咋呢 就是说你得帮我炒个搞件 就是说你让我去给你 抄个老舍什么 我可不可能做不完 是啊 因为啥呢 毕业这么多年了 提笔都忘记了 现在都是电脑 是吧 所以说就是这些都给我做过去 太不现实了吧 是吧 三公安肯定不一致 三公安肯定不一致 为啥呢 为啥呢 他就想过去南岸生活 我是想什么的 在三五年之内 就是说经常出去走一走 我该采访的采访 该那个旅游的旅游 该写作的写作 生活接轨一点的 这个生活不接轨啊 是吧 现实一点到这个年龄了 不是说三十四十年去写作 是吧 你这个年龄 你得接轨 接地气啊 可不是吗 这老马就是使客狼爬到花园里 不是这里的虫 既然不是一路人 那就继续个找我的老伴呐 于是红娘又立马给大爷胡缝 对接了五十八的盘大妈 两人见面后 大妈对大爷的印象还不错 于是大爷就开始飘飘然 不知所以然 又开始隔路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性格特征上和别人还不一样 在开书和看电视的时候特别笑嘛 那时候几乎来说就不容忍了 所以说我开书的时候 谁要跟我旁边说话的话 那我肯定 那就得说他两句 我看电视的时候 就是看那个比较感兴趣的电视的时候 那谁要跟我旁边坐的话 我肯定得撵他走 人不说话 人不说话你撵人家怎么 撵人家 性格是不是有点怪 你看他叔叔 他看电视的时候谁不打扰 那你说生活 你在这看电视 我就不能过去拿个东西吗 太特性了 此时大妈对大爷的好感 成直线下降 就在红娘准备来把助攻时 大爷突入起来的几点要求 再次让她的相亲之路走向了终点 我如果要找媳妇的话 你得怎么呀 就是说我 我虽然会做饭的话 是那么事 我时间紧张 我如果要找媳妇的话 我就得把做饭的事扔了 把做饭的事扔了 就得你全担着做饭的事 再一个就啥呢 就是说我那么 我 你时间紧张 你这时间都要干什么呀 我老了事了 我一个是说有的时候 我自己 你现在不退休了吗 退休了 我一个是我自己有些书 得冲头看 完了我还借一些书我得看 完了再也就啥呢 那 有人 有人不能冷 数学也不能冷 书法也不能冷 这都是我的爱好啊 对不对 哎妈 初一十五都过了 你算老几啊 看不起做饭的 又要找个做饭的 还得跟你有精神共鸣 支持你的诗和远方的 这是假酒喝多了 还是做么没睡醒啊 40多岁 你可以练个书法家 那个书法对你主要嘛 你主要就是这个家 围着这个家做 围着老太太 老头两个人钻嘛 那样事的 把家过好了 吃好了 喝好了 我们俩一起出去玩 那样事 不挺好的吗 到老了不就这点要求吗 还有什么要求呢 你还练书法 你又练这个 你又练那个 又研究古书 又研究那个 又啥用啊 那是生活吗 大妈的意思很明确 不管什么岁数找对象 想要长久 就得相互付出 一味的索取 最终只会是一个结局 可大爷说了 人家也有付出 咱这一身才华 可不是毫无用之处 我能为他做啥呢 咱们也得过后位思考 对不对 你不能说 人家为你付出了 你这边就是说 一点表示没有 我能为对方做啥呢 就是说 我以前在四阳 那个营养学一般 不学习过营养吗 我能精心地为你 设计营养师傅 完了呢 再一个就是啥呢 就是说 我呢 这个营养 其实我跟你说大哥 我不用你做营养 我要打屏幕说 跟你生活在一起 我不用你做营养 我都现在都 罢了个营养了 你知道不 我从补心学 补肝学 补肺 补心 补脑 我基本上 几乎大概的 都能脑子里 有个表现好了 那是得 是是 我在养生的时候 我也跟你说 我基本上 每天都是在看这些书 我每天都是 整这些东西 那是得了 老马的第二次 老马的第二次相亲 依然是来 野匆匆 血野匆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明天见 我就想找条件好 我就想找条件好 我找老伴的目的呢 我想呢 提高的我的生活质量 我不是吃远饭的啊 他的条件好 我不想多想 高 后一地 我俩都平等 人的平等 我想找个条件好的羊 但我绝不是一个吃软饭的 大爷 骗兄弟骗红娘可以 可千万别把自己也给骗了 今天这位想要软饭硬吃的大爷姓娘 今年68岁的一 每月退休金3200块 现在独居在一间48坪的小房子里 这是厨房 哎呀大哥 你这天是不做饭吗 做天天做 天天做饭 天天做 今天早上吃了半枝挂面 搁这煮的 不是 这灶台 不愿意收拾 不愿意收拾 别看这屋子里 垃圾遍地苍蝇横飞 人家大爷可说了 这已经是自己平日里 最干净的状态了 今天我还收拾收拾呢 那顶上都是 还有东西都叫我收拾下去了 这还收拾收拾 知道我们今天要来 还收拾收拾 对对 这不收拾收啥样呢 不收拾收拾 为啥不收拾呢 没心情 没心情 因为常年独自一人生活 所以梁大爷变得愈发不休蝙蝠 跟年轻时候的自己相比 更是天差地比 要知道早在十几年之前 梁大爷还是一个 意气风发的影视剧演员 这是你啊 那是我 这是你是哪年 这是我 好龙套 拍电影 我刚想说 特别像剧照 一天一百块钱 你老哥认识人 都不是一般人啊 我的同学常影的 都是老同学 老关系 老邻居 见老同学在影视圈 混得风生水起 梁大爷便借助这一层关系 在好几部电视剧里 跑起了龙套 本想着能借此机会 一炮而红 水料每次演完就没了下文 但没有关系 梁大爷的才艺员不止于此 除了在表演上 有些天赋之外 音乐方面他也颇有研究 哼哼两句 可以 哼哼两句可以 虽然大爷的唱功 有点不入流 但是声音也很难听 一去中了之后 大爷终于谈起了正事 说起了自己本次 想要寻找第二春的目的 我找老伴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找老伴 第二个目的 找到老伴以后寄演 你二十岁得找到老伴寄演 是要他监督你吗 不是监督 是一个人 有苦恼的时候 也有郁闷的时候 也有孤独的时候 那我就问了 抽烟是一个自己排解 对 心情和郁闷的一个方式 有了老伴了 心情好了 自然而然 咱这烟不就寄了吗 对不对 对 那么既然已经聊了这么久 大爷在择偶方面 到底有哪些硬性要求呢 长相我不要求 年龄我也不要求 我就想找条件好 我就想找条件好 找条件好 人都往高处走 我找老伴的目的 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 不提高的我不想 这一套小词儿 把一旁的小红娘 整得是一脸疑惑 大爷是怎么做到 把吃软饭这件事 说得如此理所当然的 我要求 那我有钱 这个想法有啥毛 你觉得什么叫条件好 你得说个明确的呀 我想找个这么多的 你能够找吗 这么多你多少 你说少没事 别说太低了 也别太高了 能比现在水平 强一点 能如此脸部红心不跳地说出这些话 这老灯子属实是光着屁股进银行 只要钱不要脸了 但人家却理直气壮地告诉红娘 自己这一播客绝对不是想吃软饭 我不是吃软饭的啊 听懂我说的话听懂了吧 咱也不想第三下说的 他这条件好 我不想多想 高 臭 欲低 我俩都平等 人的平等 这我才要你 虽然我要吃你的住你的花你的 但是你得尊重我 因为我不是吃软饭的 我俩必须平等 而且再说了 哪个富婆要是能有幸跟我在一起 那一定是她的福气 好比说看中我的 我能给你带着啥你不知道吗 那太多太多了 用金钱都不能比她的工资高 她只要是一心一意跟我过 我肯定宠她到了 我能叫你开心 我啥都会干 我还会是真线活 但凡喝酒是能有一粒花生 大爷也不至于醉成这样 而面对大爷这样 近乎于白日做梦的择偶要求 小红娘还真给她 找了一位样样都合适的大妈 哈喽 陈明丽陈大姐是吧 我是红娘孙茜 陈大妈今年68岁丧了 虽然月收只有2500块 但人家年轻时 曾经白手起家赚了不少钱 现在更是独自居住在一栋 三层豪华大别墅 当被问起有什么择偶标准之时 陈大妈坦言自己的要求有点特殊 得有阳岗之亲 真正的是一个男人 这样的人我能佩服 我不禁要什么房子车 是什么工资多少 这都没有用 说白了 陈大妈不要钱也不要严 就想着未来老伴能够阳刚一点 联想起梁大爷那颗赠光瓦亮的大突瓢 红娘觉得没准能够试一试 于是火缩安排了二人见面 第一印象挺好 挺稳重的 这就是我要找的老伴老点好 年轻不好 刚踏进陈大妈的家门 梁大爷就被这富丽堂皇的豪华装修给震惊到了 老脸上的嘴角也捏成了大白纱 只言陈大妈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老卑子 但这还不算完 别忘了大妈家还有楼上两层没参观 看着大妈家里遍布着的奢侈品 每样都是价值连成 大爷明白 自己这一次必须要将眼前的这个老卑鄙拿下 而为了博取对方的好感 他也是绞尽脑汁卖弄起了哟 跟我的房子没法比 我呢是不到一千瓶 不是 不到 不到五十瓶 四十多瓶 那四十多瓶有够数 可陈大妈却直白地告诉小红娘 梁大爷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菜 第一印象 没有心动的感觉 男人的那种阳刚止气 他没有 然而另一边的梁大爷 却全然不知陈大妈的态度 他甚至已经半场开香宾 憧憬起了自己住进这栋大别墅以后的生活 哎呀 这辈子我可能是第一次 如果我们俩要能成也是最后一次 我能住成这么好的话 新的开始 这是新的生活 我不是不自信 他要是同意的话呢 我可以来 是不是 我只能说我能适应 这有啥 有啥呀 你再干净 再大不是人享受的 大爷 咱就先别白婆了 你这要钱没钱 要阳刚知气没阳刚知气 想要追到大妈 彩虹屁总得先拍一拍吧 你这人平易近人 别看你条件好 对我挺好 挺客气 我不偷你钱 我也不偷你这么大的房子 别看你条件好 我今天我也不自卑 我也挺好 都是五四年 我也不比你高 我自己比你高低 也就是 真的平等 名演人都能看出 大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平等 其实就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自卑 而陈大妈也是个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 既然没看上 那就索性爽快点 我想问对你的演员 我想对我演员怎么样 说实话吗 说实话 你看你要早说实话 我何苦这么 你这个人吧 挺好 挺好 但是还差点 对 但是明白了 明白了 活了 祝你好运 虽然被大妈当面拒绝 但大爷却丝毫没有气力 他艰辛世上富婆千千万 一定会有几个眼下的女蠢蛋 在吃软饭这条道路上 他必须要走出新高度 节目的最后 二人的相亲以8笔Q稿中 只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每个人都有做梦幻想的权力 再次也只能祝愿梁大爷能够早日梦想成真 找到一位好偏的老妇婆咸鱼大翻身吧 两个老头 其实不是四十六七就不行 给我气的我就自个上一个五岁 这有些事情 那个岁数大了 你根本你就打不了了 他可能是不行 要不他不能说 一方面 咱也别考虑 你是打不到 咱我也不能贤乎 大妈你快别说了 听得我都害羞了 年近七十的大妈来相亲 勇敢追求爱情 谁知道大爷根本不行 结局太尴尬了 这次来相亲的是六十八岁的刘大妈 退休金两千块 人家都是跟儿女同住 大妈竟然和前夫住在一起 刚上来就把人家相亲对象都吓一跳 相亲大爷面对保养这么好的大妈 再加上这么漂亮的大房子 心里还挺满意 原本想再参观一下 谁知道刚走两步 竟然看到大妈的前夫 还在被窝里躺着呢 他一个前夫在 没上头老说 在家大爷子 有病的 谁啊 大姐前夫 前老头 他不生不上去啊 他不生 离婚了 他是哪去 是离婚了 离婚了多少年 不离婚能找到班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这一段操作给人相信大爷都整蒙圈了 怎么和前夫都离婚了 还在自己家住着呢 要是以后真成了 大麻将还三缺一呢 都离婚了 他还照顾他老爸说 这点做得挺到位 大爷嘴上说大妈照顾得很到位 但是心里还是很介意 谁愿意自己以后的媳妇 同时伺候俩人呢 不知道的还以为三人斗得主呢 这是必须得说清楚了 一天俺大四十多岁就分析 就不在一起 没感情 这个你 那个的别人 前夫是什么心情呢 他那个从道理上他是那个什么 从道理上他是没有理由 干涉 干涉 对啊 但是呢 这位毕竟是住在一起 是吧 他如果是态度 态度乐观 还行 如果态度他不乐观 咱们心里也不得心 大呀 四十次情我就想给你颁发一个奖呗 咱也太大度了 先看看前夫态度怎么样 行就一起相处 不行自己就撤 头一回看到相亲还得前夫同意的 采访采访你 来 坐呢 坐这吧 没有灯啊 坐床 坐床吧 人家大哥问我找老伴 你该做不 什么心情啊 我们俩要住这一块 你反不反对 不不 你不反对啊 你这事吧 你又是啥呢 我们已经都办了个 一块手 随时都是好事 这个答案就有了 是不是 你俩干脆拜个靶子吧 再买个三层的上下铺 你睡中间 以后你家就是我家 你老婆就是我老婆 眼看前夫这关是过去了 大爷这边去又出问题了 开的四千四百多 那行 个人家也有点 小插拳 有点负担啊 有点负担 我儿子结婚晚 又添个小 小 孙女 我说那个看孩子 我看 我也不会看 我也看不了 拿着一千块钱的 给那个 孙女的生存费 咱就不用给他看孩子了 是不是 就不用看孩子了 咱俩要成了 过几年以后 咱俩是真处好过好了 我也可以给他带的 谁说说 送过来 能不会看吗 没想到大妈是真善解人意 可把大爷给免坏了 要是争取了这么善良的大妈 以后啥都不用愁 就当我以为 相亲能顺利进行 下去的时候 大妈的一句话 把大爷吓得尿湿都尿湿了 我找一个就知道 知道心疼媳妇的 自疼自热的 心疼媳妇 我这一辈 我没有 这里可包含不少 不少的层面 心疼媳妇 你心里心疼媳妇 行动也得有 行动那你做不到位 那那个 这有些事情 那个税数大了 你根本你就达不了了 嗯 差不多就行了 嗯 差不多就行了 我看大爷体也挺好的 我这岁数 我还要揣个心眼 我还要自个 要健康 健康 你看有些那个夫妻生活 都达不到你说 那这不就是大问题 啊 这事实大了那方面啊 两个头 其实不是四十六七 这就不行 给我气的 我就自个上一个五岁 老年人相亲也太直戚了 给我听的都不好意思了 都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五十坐地能稀土 说了大半天大妈 这是需要自论了 他可能是不行 要不他不能说 这这个吧 这是 哎呀不行更好 啊 不行了以后 那孩子是打呼 那孩子我就上那五岁 你说说 要有行那成天残暮 那你个闹息 嗯 所以这点你不介意 我不介意 要是大爷真不行 大妈就换个屋睡 但是换个屋 不就和前夫在一起了吗 大爷显然没反应过来 满口的先答应了 哎呀 我要求不搞满意了 嗯 大姐呢 还行 处处看看呗 嗯嗯 都要了解了解 嗯 对吧 留个电话呀 微信呀 那那我 嗯 你把我去电话继续来吧 俩人成功牵手在一起了 但是过了没有一周 俩人就分手了 你俩当天聊得不挺好 是长得了 聊得挺好 后来他 我就是他一周也没给我来 微信也没来电话 完了他也没打 我也没打 然后过了有六天嘛 他给我发微信了 那意思还记忆俺家那个谁 前老头 那意思你们就是 还是按缘先这么生活吧 说到底还是前夫在这比较尴尬 大妈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前脚刚联系完红娘 后脚立马把前夫送养老院了 希望红娘下次能给大妈介绍个更好的吧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散会 他挺有气质的 挺有眼缘的 你挺有点酒吧 那0.1上哪呢 0.1 那不能说是买份 孩子这一块吧 就是 不用操心 不用操心 他回来就是 结婚呢 买了 我在华店 那我就全房位都能 我就解决了 你自己有房子吗 有 房车都有 马面也有 还挺幽默的今天 幽稚大哥来一相亲 遇见喜欢的一众人 那感觉就像围着火炉吃西瓜 身上暖轰轰 心里美滋滋 那么最后大喝能否服务大姐的芳心呢 我们拭目以待 随大哥是干啥的 我也是养牛 也是养牛 你介货的 你们跟他合作多长时间呢 合了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有五十年了 人家看来还是合作挺好的 要不然能有这么多老顾客吗 对对对对 咱们也有人缘 都愿意跟咱们落两句客人 不管是面相啊 还是接待客人的都好 一般的农村来下来就不买食料的 那你这一年销售额 就是能有多少吨呢 这个吧 好比说效益好呢 三百吨二百吨 挣十多万呢 或者是二十来万呢 要说今年五十八岁的王大哥 条件还真不错 年肉时到二十万 有房有车 有劳保还有存款 唯一的遗憾就是家里缺个女主人 咱这店买卖是挺好的 那该说不说今年也五十八了 打算干到啥时候 咱们得干到不能动的那时候吧 然后干点身体也是一时半会儿 愣不下这吗 愣不下 那等到退休分数的有没有退休金呢 有 自己交的 大概也能开两千块钱左右吧 反正也够用是不是 够用 多年来 家里就只有大哥跟儿子相依为命 现在儿子在部队 家里就剩大哥一个光感司令 因为忙着照顾店里的生意 大哥很少有心思顾及家里的卫生 大哥你的经历是不是都用在做生意 挣钱上面 生活上的事 其实 我不太注重 不太注重 对 你是不是单身时间挺长的了 十年左右了 十年前 大哥曾经有个幸福美满的小家 结果因为前妻的侮辱歧途 导致家庭破裂 让大哥陷入悲痛 久久不能自拔 就是头七年不是广西北海 不搞穿销吗 这个媳妇就被她的亲戚 就带去广西北海 搞穿销去了 就自己就走了 就自己就走了 我在门房工作 到晚上回来 她给我写一封留言 她出门了 走了 你带家 好好 照个好自己 她自己就拿家里钱 就去 拿了多少钱 得有个几十万吧 孩子她也给带走了 当时 哎呀妈 她胆也太大了 多危险呢 是 当时是我挺伤感的 家里就三个人吧 就剩我自己了 一夜之间 挺痛苦的 钱没了可以再赚 可人没了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因为找不到妻儿的下落 大哥真的是着急又心痛 日子过得更是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病男的时候就是 到门房也不营业了 也没心做法 就坐在场子呆呆的 因为她的家也没了 哎呀就是没有活的心 就是觉得生活没什么意义 你没喘一口气 都觉得很累很累了 难受 不劳 哎呀我现在我也不敢想 这些事 不用不用 哎呀 没事 你现在你回想 你现在往现在想 这一切都过来了 是不是啊 你看现在买卖坐起来了 然后也很稳定 孩子也出去了 这一切是不是都过来了吗 是不是啊 现在说说就是说白了 回忆过去都是故事了 对 但是你的故事 有一个很圆满的结局 这不挺好吗 回想当年 大哥悲从中来 好在两年后 妻子带上儿子回来了 大哥火速跟前妻办理了离婚 并把儿子带在了身边 十年来 儿子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如今终于苦尽甘来 儿子前途一片光明 大哥也是时候考虑下 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这种经历吧 是一般人感受不到 我想找一个非常贴心的能理解我这个心情的这个好女人 我非常注重家里这个日过日这方面 因为咱们都是正经过日 从来外面一点都不乱 你像我的爱好就是一个门房挣钱 什么抽烟喝酒 打麻将这都没有 具体的要求就是像50多岁 这个岁数都无所谓 年龄没有什么限制 就是这个身体好一些 那个素质比较好一些 家庭负担比较少一些 就是吃家这一块 也得有一个好女人来吃一样 了解完大哥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52岁 跟两个姐姐一起开饺子管的李大姐 带个路 你真的 您好 啊 您好 摸了手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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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俩人相互相自我介绍一下 好 我姓王 我姓李 我叫王宝忠 王宝忠 在华年中 这是我二姐 您好 二姐 这是我大姐 您好 大姐 嗯 两个姐姐 丑姐是咋样的 您好 您好帅 这个就是帅哥 谢谢 还可以 演员还可以 嗯 她挺有气质 挺有演员的 酒是有点酒吧 快0.1上哪了 0.1那不能说是满分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还不错 考虑到大哥周春劳顿 大姐还贴心的给大哥做起了饺子 一口下去 那真是稀释头上带花 美上加美啊 长时间车来了也没吃饭对吗 那得吃点 不能饿肚子 是吧 大姐这个挺好客的 那必须得 必须得这样 辣椒 辣椒不吃 别吃蒜的吃这个 是吧 吃蒜吗 不吃 不吃 那你就吃点辣椒什么的 这是酱油啊 这是酱油 就倒点酱油就行 不咸呢 咸我给你倒什么事 我给你倒了吧 那你倒了 太咸不行 不能吃太咸的东西 嗯 真的 但是我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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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中吧 不是少吃得咸好 少吃得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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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点女人呢 吃点醋 吃醋都没事 吃点醋都没事 吃点醋都没事 但是不要吃太咸的东西 尝尝我们一聊了 尾儿老好 尾儿老好 此时大哥的心情 就像叫花子接彩球 喜疯了 尤其是一盘饺子下肚 正是尝到了幸福的磁味 看来今天这相亲 真的是没白来啊 你怎么打好意思 是吃两个都不吃了 不能 那吃就得吃饱吧 其实大哥不是饿了 主要是被你的热情感染了 是不是啊 那就不吃点 首先吧 感谢咱们这个节目 节目主 小五和这些年轻小伙子 很辛苦 完了就是大振养权 就上我们华年去 这路就去了 就去了 其实当时吧 就给这个大姐 想让你俩介绍认识的 但是当时大姐可能是因为有别的事情吧 就是你俩这段时间就没介绍 啊 之后现在大姐后来又打电话 觉得说是哎呀 还是想保留这段缘分 是不是啊 对啊 见见吧 对 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段见面的机会 嗯 没白犹豫是不是 嗯 对没白犹豫 看来还是就是有缘分 看来还是就是有缘分 此时的大哥大姐真的是相见恨晚 对彼此的好感更是直线上升 两个人的聊天完全不需要红娘来调节 人家自己闹的就挺好 你家别客气了 你小镇当兵兵兵 他是大学本 啊 没走的时候就是带事业鞭子走的 啊 回来就是在政府这个部门行政 啊 孩子这一块吧就是 不用操心 不用操心 他回来就是结婚呢 买楼我在华店 那我就全房位都能 我就解决了 你自己有房子吗 有 房车都有 满面也有 还挺幽默的今天 这真是看着高兴来了 我也没有什么负担 没有负担 就一个小姑娘孩儿 对 工作也有 她也能自己也可以 不能自立 都可以 这就行了 我也没什么负担 就我自己现在 挺好 两个人无论是从演员 还是对彼此的个人条件 可以说哪哪都万一 就在红娘以为今天 会来个圆满的大结局 提早收工时 一个现实问题 让大姐犹豫了起来 华店那边有山有水 有测试 去年可以说 上山旅游 你要是愿意采山菜 那都是绿色尸体 像赤老羊 蕨菜 猴腿 老牛网 这纯绿色尸体 三菜 毛毛虫太多 虫子太美 害怕这些玩意 不行 那你喜不喜欢吃山野菜 还可以 也不太吃饭 你说要到那边生活 是不是这意思 是不是 其实 环境比较好 这个我好像没猜到啥 还没想到那一步 对 是 没有想到那一步 但是我 我提大哥问一下 因为你俩毕竟是头一次见面 如果又真是觉得 这个人很不错 就值得托付后半生的 然后如果说真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并不愿意跟他去华天 那样可以考就可以 可以考就考 对 关于在哪边生活 显然大姐犹豫了 毕竟这岁数 离开自己的朋友圈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既然不能接受异地恋 那当时又为啥统一见面 不能说去就去 那我还就是 虽然是都离婚都结婚 那也不能太那什么了 对不对 互相还得相处一下 必须咱们两个人 这个十准八九的了 八九不离十了 那我可能说我会去 那就是这样的人 都是比较收稳的 就是在外面没有 没有什么影响 坏的影响 困难过去了 现在就想撑个家 找个家了 像他们的女方觉得 得考验考验咱们男人 这个什么性格 都什么 什么状态啊 什么脾气 那只有是用时间去见证 所以是不是在这 像咱们俩现在就是认识的 第一个人一会儿 加个微信 加个信息 先聊一阶段 完了你就是 聊完了之后 你该去华店 你就去华店去看一看 在华店走一走 看看咱们的家 看看咱们的店 本也没两个人 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没想到 两个人添加微信 聊了一段时间后 大姐去了一趟画店 最终还是觉得 没办法做到 为爱奔赴到异点 两人的缘分 也就止不于此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 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这是车的大本 这个我知道 我也有 我刚考完加速三年 这是房大本 没有洋楼保险 我不怕 没有医疗保险 我就是他 我就是他的医疗保险 我是 对你呢 是没话说 如果对你有话说 我就不单独点你 大家都认可 我要不来都找我 所以说一天都不敢搭 杨继红 54岁上午 约收入6000到7000元 公租房 一个儿在 已成家 居租地藏存事 那你全年无休啊 全年无休 这不也是为了生存 杂争 因为没有老保险的为自己吃饭 养糊口 那你现在这生意好不好啊 一月收入 6000元 哎呀 那不少赚呢 这么多样产品 长得还漂亮 然后这个又有手艺 还能吃苦 哎呀 叫熏酱稀释吧 是不是 真的夸我 我家的爸爸都快七年了 嗯 也是没有时间 这所有的时间都打发在事业上 反正就是欲吧 有缘分的 他不嫌我忙的 嗯 可能是就能走到一起 年轻的时候吧 我有个对象 我俩在一起出了 三年多 接近四年 但是我俩在一起 工具了 但是没办结婚 等证也没办酒席 嗯 他已经就得病了 该北京还责14万 你给他看 你又在北京花了14、5万 对啊 协和 哎 洪杰我有个房嘛 后来得病完 我俩这病也都卖了 农村那时候条件差的时候 然后背着我 我新给买的手机 都卖了 告诉我不喜欢手机 实际他导书两千多块钱 跟我父母优移了 所以我们看 人吧 在我新闻屋 确实 对我来说 也是挺重要一个人 17年 他批我 他批我小12岁 带个女儿 再一起接触 能有一年半呢 然后又散了 对女方没啥要求 没有养老保险 我不怕 没有医疗保险 我就是他的医疗保险 我就是他的医疗保险 叫杨静 他也是丑面羊是不错 性格也是不错 他还是丧偶的 对我离婚呢 规见不着 离婚呢 说天花烂堆 都是俩人有责任 才利用 有一方能压下来 不至于离婚 他那种 认劳认怨的 这种性格 50多岁还在批拼 值得去佩服 当时 真一忧的啥事 他能 他不会我后诉 就是你们俩在生活中 遇到什么困难 他肯定不会放弃 对 他会拉你 他不会推你 对 大哥 你好 这星大姐要贴贴 这些广告啊 你看大姐这眼睛好 这广告里贴下来 不用脱鞋啊 不用不用不用 大姐也是微博摘了 往屋里边热也要 屋里热呀 大哥这部供暖挺好 没看窗会开着 好眼的 大哥看过大姐的节目 是吧 嗯嗯嗯 很丑的不凡 就是不凡的 挺立的一个人 看大姐本人跟大姐在电视上 差 不一样啊 差 啊 差 怎么差呢 嗯 就是 有个人是 在外边奉行 催 日赛 嗯 就面影 想憔悴一些 上次大姐上节目相亲 是正式我 我可能 我看了外边放花 天天也没啥事 然后这个 那天应该是 简单的画了个啄 但是今天没有 大姐今天就 我喜欢 我喜欢大姐 化妆 有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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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能看清一样的 别人能 对吧 那眼神能不能哭去 哎呀 这素小挺好的 嗯 要想找人 就一无既往 对不对 嗯 哪有三千二十 三千二十 可别怎么会行啊 你 哪年出生 我这八年 六八年 你哪年呢 下四岁 你看我说他叔叔的 嗯 对 叔叔的 你们想这把你把俩人在一起吧 跟孙大孙小 嗯 没有关系啊呢 也不用孙大孙小 就先没 孙小就能活到老去 你大哥 对 你沿完路上 我们老好 主要就是看 俩人生活当中的默契 好 不可比你少少几岁 这点你有没有大 人小挺介意的啊 但是今天好像看看他 哇塞 这把事给忘了 哦 你不愿意做个大小 好像是 我是 对你那事没话说 对你那事没话说 对你有话说 就不单独点你了 不单独点你了 但是你 你没有医保 没有延楼保险 这个都不是事 我就是你一楼保险 也是你延楼保险 哎呀 都差了呀 啊 这是车子大本 这个我知道 我也有 我刚考完加速三年 这是佛龙大本 也是李海明 李海明 嗯 你那情况也不用地了 好 这一点我去一进五五看 他拿过去的 哎呀还行 给人一个定心玩吃吧 抽盐 抽点盐 抽盐勤吗 给家能抽五六盒 给单位一天就给你输 哎呦 那你还是挺贫的啊 这盐 单位完了这个那个都得抽 你抽完之后 你再撒一圈 这半盒没了 大哥自己是没抽上一盒 这盐都撒出来的意思是 所以说大哥抽盐的频率 实际上一天也就是 家里边这个频率 别太贫 太贫就不行了 75我还最烦可以 你要在家说抽个三五颗也可以 好 现在在家抽个五六颗还可以 不算太那啥 你知道是不是 对 而且这个数字不能说 也没涨 就像那盐说机就机 对 对 我再说五六颗 都属于正常了 你就一天抽五六颗 不说像一个小时之内 抽个五六颗拿的 所以说还可以 盐在一块 您有个镜头 哪个镜头 突然吸引我 是一个镜头 然后问啥都恰当 然后你突然这样 我对我 这样 哈哈 那你我就打完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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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哈哈哈哈 那咋吸引你了呢 就那个镜头 你是觉得他那个镜头 好看呢 还是咋呀 还是咋呀 有自制之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对镜头一吸引了 我就看法术 看好几个 你要是给他这打分的话 能打多少分现在 可以打分呢 我能打到 90 90 往上 就受不影响 对了 当然 就不知道这个 皮肥品性能不能合得来 我还是 我想往前接触 想再跟他处处 嗯 你的皮肥品性 得了解 对不对 好 那给大哥打分 能打多少分呢 现在怎么说 打分吧 是说不出来点啥 爆分 但是希望是 再往后再了解了解 我问问一个事 嗯 我要 得登记 登记那个好像我要做不到 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咱 我不能说用我你 把我的住处给整没了 咱俩好 虽然说你说是咱俩登记以后 这房本有我一半 但是说是这么说的 我用一半 假设没有过 这玩意图可以跟你 这玩意图算啥 写大姐自转名 这玩意图算啥 你不能说我马上 我现在跟你交往了 正好是说 我把我房子去整了 又是去跟你去登记去 那就我觉得有点太 在成年里 我为什么要登记 嗯 第一我要登记 有互相都有名分 嗯 不登记那是打我 大哥的意思是 比如说咱俩就是这个事 都已经定死了 对对对对 就是你认准我了 我也认准你了 说杨继红这辈子 我就是跟你过了 我也就不可能 我再找别人了 咱俩就是生一块死一块了 嗯嗯 然后你们俩再登记 再结婚 然后大哥的意思是 你那个房子 虽然说我跟你登记 你那房子没有了 但是我也得给你保障 这房子我就过你年 是这个意思 对 大姐的考虑也是正常的 因为大姐不可能说 一时冲动 一登记 然后我自己没房子了 回头咱俩再处不好了 你再跟我一离婚 我啥也没有了 那房子都没有 没地方住了吗 那我俩婚都 他在把我了解头 我都把他留在头 才能往一起走 对 我也还替人家考虑 你件事得在一起 面膜好就得一起 把你当运营房给来 以后在这边过得不长 也就会 那我都没有了 那也不考虑这些事 对不对 登记起婚这事 你是不是也能接受 可以 这个但是前提 必须得是 看好前提 才能走这一步 那当然得看好 谁也不能这么大碎的 就这一步 都没看好 那你就迈出去 那我都不能同意 对吧 那肯定是 那么小孩干的事吗 是不是 既然两个人都对 这些原则性的问题 大方向上的问题 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觉得你俩就好好处 是不是 先了解他处 接触 然后 那就希望你俩 能越走越好 是不是 能见证说 你俩有一天 能登记结婚 那天好不好 行 必须把你们交给一下 对对 老铁们 对于今天的乡亲 没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的 给个关注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